政治人物来到原住民族地区 原住民族人总是展现善意 例如您在看到这一位是澳洲的总理 Tony Abbott 在9月14号 他抵达澳洲最北端的北领地 东北区的阿纳姆地 这里是原住民族保留区 总理呢来到这里是为了要实现 自己在选前曾经说 每一年至少都会到偏远的原住民族部落 住7天做过这样的选前承诺 所以在9月中 他的确来到了原住民族地区 而且不是只来走走看看 总理跟北领地的原住民族领导人见面 原住民族的领导人表示 原住民族要求政府举行澳洲宪法 也承认原住民族是澳洲大陆 最早的居民的公投 总理表示的确澳洲的国会 在去年通过了一项承认原住民族 跟托雷斯党民是澳洲最早居民的法案 但是这项法案一直没有被进入宪法 所以会积极地设定公投时间表 原住民族要如何看政治人物的政治承诺呢 当欢迎政治人物来到部落里的时候 原住民族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大部分是还没有被解决的 走下飞机澳洲总理Tony Abbott 与前来接机的原住民族领袖握手寒暄 族人用传统的方式迎接总理 这里是澳洲北领地的阿纳姆地 Abbott在竞选时曾经承诺 当选之后每一年都会到访原住民族地区 并且实地居住一个星期 以了解族人的真实状况和需求 就在2014年的9月14日 这位总理实现了竞选承诺 跟着族人到当地的聚务场 亲自操作自木头 也到旅土矿区 看族人怎么探钻旅土矿 这一次到原住民族地区 Abott也计划 会与几位当地原住民族士族 和部落的领导人私下会面 针对土地权利 宪法肯认 以及住宅问题等重要议题讨论 Abott也表示 他看到了部落的需求 孩子需要去学校 孩子需要去工作 社会需要安全 Abott也正面回忆 族人长久以来 对于在宪法中 肯认原住民族特殊地位 与权利的诉求 表示一切已经在规划中 来到原住民族地区 不住总统套房 而是住在这个绿色的帐篷里 连续一个礼拜的时间 总理就在这里办公 表示也还随时掌握 首都坎培拉的最新动态 当地媒体预估 是否在宪法中 肯认原住民族的表决 最快将会在2017年举办 Abott并不是第一位 造访原住民族地区的总理 同样来自工党的前任总理 Julia Gillard和Kevin Root 都曾经高调造访原住民族区域 记者杜希 林伯宏 烟疫